各位老师好 很谢谢你们今天花时间来参加国家图书馆 青少年策展平台策展竞赛的线上说明会 然后我是这个专业的负责人 是国家图书馆的陈金如 那今天会有我 然后还会有另外两位同仁 然后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策展平台怎么样子操作 还有我们比赛的一个进行的一个方式 那这个大概是今天的一个简单的一个round down 它会是这样子的一个模式 那我们今天有关于今天的一个说明会 我们目前有在做线上的录影 那之后也会就是开放出来 公告出来给大家来做参考 让老师可以就是按部就班的一个操作 那简单介绍一下 国家图书馆因为想要推广 就是在青少年间的一个 让他们认识国家图书馆 然后也希望能够推广阅读 所以我们有建设一个青少年策展比赛的 这个这样子一个平台 那比赛的方式会分为国中组跟高中职组 那鼓励学生能够就是自己用 运用这个线上的一个3D的一个策展的空间 然后分享自己的一个读书心得 然后并发挥自己的一个创意 那我们预计的话就是也会颁发给同学们一些 就是鼓励他们图书礼卷 然后给他们能够去购买更多的书籍 然后看更多的一个书籍 那我们也会今年会在国家图书馆多媒体创意实验室 中心来举办今年的一个颁奖典礼 这个是在博图的一个新门庭 我们是新开放的一个晚色空间 然后也欢迎大家可以来应用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这个是我们去年我们也有举办一个 去年在年底的时候有举办一个 一样是相同的展示 所以今年是我们的第二年 那在去年其实就有一些学校 他们是用有用团体组队的方式参加 然后也有跟他们的课程结合 比如说去年参加的是台北市的栗山高中 他们就有就是有跟班级的一个课程来做结合 所以他们在课程的安排上 他们会先透过所谓的分组讨论 然后就是他们是用团队的竞赛 一起来进行策展比赛 然后也配合他们自己的校庆的活动 所以他们有一个运用一个空间 然后规划一个策展 然后刚好那个时候我们有举办一个 这样子的一个线上展览 所以他们就是在追加课程 让同学们利用手机或者是网路 就是把实体的一个展览 把它upload到就是我们这样子的一个平台上面 所以在目前大家在网路上 其实都可以看到去年的一个比赛的一个成果 那栗山国中他们其实比较 小朋友比较用心的地方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他们的那个书背 他们的书封上面他们都还有自己做一个 就是简单的一个设计 就是把那个书封围起来 然后他们有加上他们自己的一个 像是slogan啊 或者是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的一个说明 这个是他们 这个展间那个时候也有得奖 可以参考一下 那另外的话去年也有台中市的光明国中 他们其实也是有老师 然后带着同学们一起参加这个比赛 那我们后来有把奖状寄到学校去 然后就有他们的校长在招会上 就是公开的颁奖给这些学生 然后代表一个奖励他们 然后鼓励他们能够继续参加一个比赛 所以国中组跟高中组的老师 其实我们都很欢迎老师们 可以跟你们的课程能够做一个结合 那这个是去年就是 大家在我们目前的平台上 你用台中市 然后光明国中可以看到 其实他们有很多不同组的策展的一个作品 而且他们都自己都有都自己的属于自己的一个封面 所以我们待会也会介绍一下说 关于就是展间的一个封面 你可以用什么样子的一个方式去做一个设计 那这是去年的一个颁奖典礼 我们今年也会在同样的地点举办颁奖典礼 那在去年的状况就是 其实全台湾各地都有青少年报名参加 那我们那时候国中组参加的比较踊跃 所以有20组得奖 高中组有10组 那其实选书的范围我们其实是非常开放 就是你可以从国学啊 或者是推理小说啊 或者是漫画轻小说 其实漫画轻小说在青少年的 应该说阅读的量其实还占蛮大 那所以也有几组是用 就用漫画轻小说来进行这样子一个竞赛 我们也是非常的欢迎的 那这是我们今年的一个 一个主要的一个主推的一个 应该是说我们推 我推的书单 然后这是我们的一个竞赛的一个主视觉 所以大家在国家图书馆的一个官网上 都可以看到这样子的一个简单一个介绍 那今年是从10月6号一直到11月15号 这是一个简单的一个 11月5号 10月6号到11月5号 这个是一个简单的一个流程表 那我先大概就是做一个这样子的开场 那接下来会请我们的刘经理来帮我们再进行更细部的一个讲解说明 各位老师好 那我们是这一次这个活动的一个承办单位 那我这边会做一些细部的说明 那等一下也会实际的操作我们的这个平台网站 那给各位老师做参考 好 那大概再重复说明一下 我们接下来会大概花一些时间 主要会从竞赛的活动背景跟目标 然后还有我们整个测展平台网站的一个功能的介绍 还有我们会实际操作 包含怎么样在我们的线上的平台网站做一个测展 那最后我们会来做一些去年得奖作品的赏息 那来分析说哪一些部分是属于比较优点有特色的 那比较容易获到评审的青睐 那也跟各位老师做分享 那还有我们去年举办的一个成果的颁奖典礼 最后我们会再详细的说明关于今年这个测展竞赛的一个办法说明 好 那国家图书馆我们在111年的时候 以这个爱上阅读以及图书馆为核心的理念 那我们开发规划这样子一个青少年的一个测展平台 主要是希望让青少年学生能够把自己喜欢的书籍 来透过这样子一个线上的书展的测展平台 来做分享跟推荐 然后来可以成为一个测展的一个诠释者 那我们针对的对象是大概13到17岁的一个青少年 透过这样子的一个线上的互动展示 来让青少年学生们能够来进行分享以及推荐书籍 然后可以借由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 来去学习到这个测展的逻辑 包含总展览最初概念的一个主题 论述以及选见到展览的内容 以及是线上的互展 那希望透过这样子参与这样子的活动 能够让学生从展览的构想到完成实践 完整的策划一档这个微型的书展 好 那我们这个整个平台的特色 其实是透过一个3D的一个虚拟的一个数位书展 来做一个线上的一个测展 那透过简单的六个步骤呢 来就来创建自己的一个相关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内容 那所以呢 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呢 来让其他的观众也可以来进行这个阅读的分享 所以今天测展的者呢 他只要填写一些相关的一个基本资料 选择一些展间的一个风格 建立的书籍的资料啊 之后呢 那就可以完成测展 那参观者呢 就可以透过来参观按赞 来做一个评价跟管 那管理者的部分呢 则是会透过一些活动的建立 比如说像我们这一次的竞赛 然后呢 来做一些管理跟规范 好 不好意思 刚刚忘记跟各位老师说明 就是我们接下来所有说明会的这个期间 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请各位老师直接在点选这个右上角 有一个对话的这个符号 他就可以做留言 那如果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可以请各位老师随时在这个留言区里面来提问 那我们会整个讲解完之后呢 在最后QA的时间的话呢 我们会依照各位的提问 那我们来依序回答相关的一个问题 好 那这边再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设计在这个平台上设计的一些 3D的虚拟空间 那我们是希望以一些学生日常生活 会接触到的一个空间的氛围来做设计 那所以像第一个这是青年的一个社团风格 有点像是他们在社团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那我们都有设计不同材质的墙面跟地板 那学生都可以自己去选择搭配组合 那我们这边的话呢 还有就是有分成大间跟小间的一个虚拟空间 那它分别在大间的部分是可以容纳大概12本书左右 那小间的部分呢大概就都可以容纳到8本书 那第二种的部分是这个文青的一个书店风格 那它也有各种不同的材质 那这个是小间的一个样貌 然后最后一种的话呢 是这个科技的一个科幻风格 那这个是大间的 然后这个是小间的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开一下我们线上的一个策展的平台 那很实际的操作来介绍这个相关的一个功能 好现在看到的就是我们来打开 直接打开这样子的一个网站 那当然网址的部分如果没有记的话 其实我们在Google直接搜寻青少年策展平台 那都可以搜寻的到我们都有下这个相关的一个关键字的广告 或者是从我们国家图书馆的公告 也有相关的一个连接的位置 那我们连进来之后呢 就可以先看到这是我们的一个主题 就是希望随时随地都可以分享你的书展 那我们都希望所有的学生都可以成为一个策展人 好那它大概往下拉的话呢 可以看到几个不同的一个功能 那第一个部分的话是线上书展的功能 所以这边看到的就是已经有在这个平台上 所有的这个相关的一个展览的一个内容 那往下的话呢 就会看到我们这一次的这个相关的一个竞赛活动的一个推广的讯息 那最后还有最新上线 以及这个相关的平台的讯息 那我们这边会依序介绍这边相关的一个功能 那我们在线上书展的部分这边呢 如果点选浏览更多 我们会进来的部分呢 会有两个主要的分类的功能 一个是学校 一个是标签 那学校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依照各个县市 我们去做筛选 那比如说我现在选台北市 那这边会把只呈现出台北市的这个相关的一个部分 那比如说我再换成是台南市 那就这边就是有关台南市的学生的一个策展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 第二层的话可以看到的话是学校 那就可以选择学校的名称 那不过这边可以特别注意就是 因为我们学校的名称呢 其实是会用文字直接去做 我们不是一个固定的资料 我们会依照学生打的这个名字 所以如果老师这边希望所有的学生 能够都有归类在同一个学校内的话呢 可能要去特别要去规范一下 比如说像这边台南 台南这个台字不一样的话 这系统来说 它其实就会变成是两间独立不同的学校这样子 那我们这边做切换的话呢 就可以看到有这样子不同的一个功能 好 那我们今天呢 随便如果可以点一间进去的话 好 那我们就会看到呢 它上方呢 就是会有一个这个学生自己选择 他喜好的这个虚拟的空间 所组出来的这样子一个 3D的一个虚拟的空间 那我们可以透过滑鼠的这样子的移动 就可以360度的去看这样子的一个空间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这边下方的这个箭头 一笔一笔的去看 所以它这样点进去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一本一本的浏览 这一个展间所选的一个书籍 然后呢 我们再点进去个别的这个书籍的时候呢 这边就会有它的书封 那包含书籍的名称 作者出版社 下部分这一边的话呢 就是学生他针对这个书籍 他所推荐的一个内容 或者是他写的一个心得 那下面还有两个 就是一个是名言家具 一个是延伸阅读 这个部分也是可以在这边做呈现跟观看 那再点过来之后呢 这边就可以看到这个不同的一个方向跟一个位置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问号的这个按钮呢 点下去之后呢 它会有这个简单的一个操作说明 但因为我们现在是用电脑操作 所以它这边的话呢 是针对电脑的一个操作的一个说明 那如果是用手机或平板的话 它会是用触控的说明 那这边的话操作说明也会跟着做一个变换 然后我们再把往一往下拉 或者是我们按这个箭头往下的时候呢 就会看到这个展间的一个 策展的一个展间的一个名称 那下面的话呢 则是包含县市学校以及年级 然后最后这个呢 会是一个策展人的一个名称 那我们这边是并不要求 他一定要填真实的姓名 那这边的话 旁边有一个小的对话框 点开来的时候呢 就是策展的时候呢 还可以针对这个策展人 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说明 自我介绍 然后这个眼睛的这个符号呢 这是代表这个展间被浏览的次数 那这个爱心的符号呢 就是这个它被按赞 就是我们投票的一个次数 然后旁边这边有一个像锁链的符号呢 这边按下去之后呢 它可以复制这个网址 所以我们今天如果觉得这个展间 想要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呢 就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呢 再去把这样的网址 复制到比如说其他的社群网站上面 那最后还有一个是检举的功能 检举的功能就是假设这个 看到这个网展间 它有一些不雅的内容的时候 那我们就可以按这个展间 展间的检举功能呢 去卷辑它 那我们在后端的系统呢 就会收到这个检举 我们管理员如果假设 确定是不雅的内容的话 我们就把它做关闭或者是删除 然后下面的这边的话呢 就是针对这个展间的一个 相关的一个介绍 那这边上方呢 则是有不同的这个标签的分类 那所以我今天点击不同的标签的时候呢 比如说我今天点击文学小说 那它就会跳到我们刚刚线上书展的 第二个分类的功能 就是标签的功能 那我们有预设好八种不同样的一个分类 那刚点了文学小说之后呢 这边看到的就是所有文学小说分类的一个类型 那比如说我们再点自然科普 那这边就会看到的是选择自然科普 那这个展间都是可以多选不同的 这样子的一个标签作为搜寻 那另外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一个不同颜色的这个标签呢 这是我们竞赛活动的一个标签 那如果点下去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今天这边所有参与我们这一次活动的一个展间 比如说我们这一次活动目前已经有五个展间 已经完成PO在线上 那我们点进去之后呢 就一样可以再去看到这个展间相关的一个介绍的一个内容 那一样下面的话 则是有这个策展人的姓名 还有他的简介等等 好 那接着我们回到刚刚讲的是这个线上书展的一个功能 那第二个部分的功能呢 是这个推广活动这个分页的功能呢 则是我们会不定期的举办 像这样子的一个推广的活动的竞赛 那这一次的竞赛的我们的主题是我推的书单 那可以往下拉的时候呢 可以看到其实这边会有一个按钮 点进去的话呢 这边则会有详细的一个竞赛的一个说明 那这个部分我们等一下再稍后也会做不同的一个介绍 然后这个下方的部分呢 则是参与我们这一次这个展览的一个内容的一个展间 所以我们在这边选择的时候 可以看到这边总共目前的话是五间 那有参与这次活动的我们就会列在这边 好 那接下来第三个分页是这个历史活动的分页的部分呢 则是我们去年度举办的这个比赛的一个成果的 参与这个比赛的一个展间 所以在这边的话呢 我们会把有得奖的这个展间呢 特别的标示在前面 就是我们在这上面就会写说 这个是高中组的金奖 高中组的赢奖 然后按这边的箭头之后呢 就可以看到是国中组的金奖赢奖 人气奖等等 那我们再稍后也会再跟各位老师赏息说 这些得奖的作品的一些特色 那所以如果学生有上来这个网页看的时候呢 其实也可以去看一下去年得奖的作品 是有什么样子的一个特色 来去做一些参考 那最后一个功能是这个关于平台的功能 除了是这个关于平台的一些简单的一个基本介绍之外 我们在上面有放两个连结 那分别是有一个操作的一个说明的PDF 那这个PDF里面呢 打开我们就会有这个详细的一个策展的一个步骤的说明 那我们等一下这边也会去做一个相关的一个 非常详细的一个介绍跟实际的操作 那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会是这个操作说明的影片 那这个部分的话呢 则是有这个相关的这个影片去做播放 那我们是放在YouTube上 那所以如果对于这个策展的内容 还是不太了解的话呢 或者方式不太了解的话 我们这边都有详细的影片 那可以供学生做参考 好 那我们现在就再请我们同仁实际来做一次操作 来跟各位老师示范说 我们要如何来在线上建立一档虚拟的一个微型的书展 各位老师好 那首先我们建立书展的第一个步骤 就是要先注册账号 那大家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登入 然后如果你还没有注册账号的话 你就按注册 那有一些B点的栏位都需要帮我们 请学生帮我们填 比如说email电话密码 那我们后台就会再做确认 那如果已经注册过的话 就直接点选登入就好了 稍微看一下 好 登入之后呢 我们就按右上角这个人形的符号 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个人的会员的空间里面 有一些已经发表过或是正在编辑过的书柜书展 那我们如果要新增一个书展的话 我们点选右上角一个加号 加我的展览来创建一个新的展览 然后上面的数字就是这个步骤 那第一个步骤是先写个人资料 那刚刚有说了这个测展的部分 希望用笔名 因为我们评分的时候希望讲求公平性 所以希望不要露出你真实的姓名 那后面的部分是非必填的选项 那如果老师有需要改作业啊什么 或是社团活动的话都可以请学生 像刚刚柳基你说的 统一填写一个学校的名称 你的年纪你的班级那我们在前台浏览的时候就可以更好的去这个选 截取出呢 大家的这个班级跟学校 那自我介绍的部分可以填写可以不填写 那这个部分是不列入这次竞赛的这个评分里面 好 填写完之后下一步 好 展览名称就是这一次这一档我推的这个书单里面 如果你想要参加的话 你就要制作一个你想要的展览名称 那例如说我今天想要做一个 因为我们书展空间有一个太空的空间 所以我对太空这个主题有兴趣的话 我就测一个太空的空间 展览名称叫做晚安地球人 然后展览介绍呢 可能就是跟一些 太空冒险啊 或是一些经济移民有关的一些主题 那这一档书展就会以这些这个书籍的主题内容为主 然后输入标签 这边有一些下拉式的选单 例如说我想要选的书跟文学小说有关 跟一些社会人文社科有关 我就会选进去 那这个标签是都可以自己去做这个 就多选啦 你没有不一定要选择一个 那我想要参加这次的活动的话 就一定要勾选我推的书单这一的主题 好勾选之后呢往下一步 接下来就是选择这个空间了 那可以让老师看一下 我们现在是高中职主要用大间的书櫃 然后国中组的话可以用小间 那浏览一下我们可以看到墙上有数字一二三四 就是对应我们待会后台编辑的这个数字 第一本书会放到这个位置 第二本书会放到这个位置 所以它可以用滑鼠转动一下 就是我们是绕着这个360度空间去排这个位置 那如果想要变更顺序的话 我就可以选择我的墙面跟我的地板风格 那墙面的话我想要选一个特别一点 我选择粉红色好了 假设我选了一个粉红色 大概像这样的一个虚拟空间 然后选好之后可以选地板 那地板现在是目前设计的蓝色 那我也想要选一个比较特别的 我也选一个粉红色好了 大概我的展间的风格会像这样 好 选好之后呢就按下一步 这个部分就是大家最花时间编辑的地方 就是上传书籍资料 那我们有两种上传方式 一种是直接输入ISBM 我已经选好书了 那我就直接抄这个ISBM 然后我直接从这个三名书局的去做串解 假设我选了一个这本书 然后我请三名书局去帮我找好 他就立刻帮我找到米奇七号这本书 按确认 所以我第一本书里面就直接请三名书局 帮我套用了这本书 那里面会有什么功能呢 里面会有什么资料呢 三名书局帮我串接书籍名称 出版社跟作者 那这三个都一定是必填 然后中间的部分就是 我为什么要选这本书 这本书跟我的书展的名称跟主题 有什么对应的关系 我就会写一篇 我推荐这本书的原因 然后或者是我的读书心得报告写在这里 那这个就是评分的比较大的项目会在这里 后面呢我看这本书 如果我觉得书里面哪一句话写得特别好 我可以截录进去 或者是说有一些原生阅读的这个网站的功能 网页我想要推荐给大家 我可以就是贴在这边 好 那填写完之后呢 记得要按储存内容 好 那除了直接从ISBN 套用这个书籍的资讯以外呢 我们也可以自己写 如果我没有特别查到ISBN 那我就直接按这个编辑的功能 然后进去之后 它里面都是空白的 那我就直接输入我要的书 好 出版设施联金 这边 好 这三个前面这三个都已经是B全的这个栏位 好 那中间我就选说 为什么我要选这本书叫做 如果我们无法以光速前进 那这本是一个韩国作家 他创的七个短片故事 那里面都是跟这个 他虽然是讲未来的太空的那个梦幻的主题 那其实你仔细看 它是点出我们现在社会原有的这个长久的社会问题 好 那书封的部分呢 我可以自己从网络上下载 我喜欢的书封 或者说如果这本书 它有翻拍成电影的话 我也可以用电影海报 好 我就自己上转一张书封 好 然后我对这 这本书如果特别有感觉的这个名言家具 我也可以再写在这边 那这是一个很加分的项目 那延伸队的部分呢 我们就输入相关连结的网址 这也是加分的一个项目 好 都编辑完之后呢 记得要按储存 好 那我们再试一本书 这个我就进行的比较快一点 看一下 火星任务这本书呢 它后来有翻拍成电影 然后是麦克戴蒙主演的 所以我们都戏称为 那个麦克戴蒙又需要被拯救了 因为它又被人家抛弃在火星里面 那因为它是有被翻翻成电影 所以我这边想要选一个电影的封面 就Bring him home 好 然后一样会有一些名言家具跟网址 那储存内容 好 那我现在在后台里面有三本书 我想要调换一下位置 因为我想说 我喜欢麦克戴蒙 假设好了 我想要放在这个书籍 书柜一进去的封面 我就可以用拖曳的功能 让它变成书籍的第一个顺位 那后面的顺位就会依序调整 那如果我想要把米奇七号 掉到第三本 或是第四本书的话 我都可以用拖曳的功能去处理它 好 我们现在这个书柜上只有四本书嘛 那其实我还想要装饰一些 空间 那可以看到后台有一个上传海报的功能 我可以上传我喜欢的 我自己画的图 或是相关的跟这个书籍 有关的一些海报或主题 我上传在这边 当作这个书柜的一个装饰 那这个是不列入评分的 就是大家在这个编辑的时候 如果觉得书柜太空 我想要多一几本书 因为我们大书柜是12本书 但是我们要求没有这么多 我可以做一些装饰的话 我可以放在后面 好 都可以用拖曳的功能去拍顺序 然后填写完之后呢 按下一步 这边呢 就是我们可以来制作一个封面 那封面的话 你可以用截图的功能 你可以去浏览我的 现在书柜的样子 假设我觉得这个角度很好看 我就截图它 它就是变成我的书柜的封面 好 那因为我们评分项目有一个创意 是说你可以用一个 你自己喜欢 你自己设计的封面 那我可能就用一张 我自己做的图 或是说 我去二创的图 假设我选择了一个 这个玩具总院的图 好 那我就是选择 这个图之后呢 我就完成了这个书柜的 这个编辑 那后台上就可以看到 玩地球人这个 这一档书展已经上去了 所以这一档现在是上架的状态 如果我觉得我不满意 我想要再编辑 我按一下下架 那下架这边之后呢 就会把这个编辑功能再打开 然后你可以预览 现在的这个书柜的样子 现在在前台 大家看到的书柜是这个样子 玩地球人 然后我书籍的这个 展览的主旨大概是什么 然后我可以用这个 箭头的功能去看 我刚刚的编辑上传的书跟海报 那我点选书的内容之后呢 刚刚后台写的东西都有 然后如果我觉得这样OK了 我再把这个未发布的按掉 所以它现在我没有办法编辑了 我现在在前台上 就只能是可以看 就是列入评分了啦 就是大家可以看 我现在完成的作品 这个是后台编辑的部分 对讲到现在有问题的老师 可以这个上网帮我留一下眼 古人回出发点 他们在上国课的时候 他觉得这些老师们讲的 好像都是古人们 以前有多么的忧国忧民啊 然后多么的伤感 可是他其实在看他里面的一些 国文写的文章或内容的时候 他觉得他们好像不是 国文课本上那些高不可怕的形象 好像那些烦恼也发生在 他们现代人的身边 是我们现在身边的人朋友 所以他取名因为 国文老师没有告诉我们是 然后我们可以看他的笔名 然后还有他自己对自己 监道有的介绍 然后后面是他的竹子 好 然后呢 我们来看一下他选了哪些书 那这个 比如说他选的第一本书是 这个国学超人志 古人超有料 这本书在这个社会上也蛮有名 他选了12本 12位中学的古人的名人 那他为什么选这些书 跟这个 他的社长主题有什么关系 他都写在他的内容里面 那同时呢 他也有揭露的 他自己觉得非常好的名言家具 有一些延伸阅读的这个网址 让这个喜欢他 对他有兴趣的这个书柜的民众 可以去做延伸阅读 然后第二本学的崩化国文 这本书也非常有名 那其实他就是课外读的延伸 只是我觉得 他得奖的原因应该是因为 他可以跟他的课程内容 他所学的这些课本上的知识 有做一些联合 然后他其实他 看书看古人的观点 也很独特 他真的有把这些书读进去 然后名言家具也摘录的很好 这应该是他得奖的一些原因 那大家可以去看他 然后在留短书柜的时候 你想要回到中间的话 你就按中间这个 这个小旗杆 他就会到 回到中间这个书柜的 原本的样子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 我自己很喜欢的 这个高中组的影讲 他的主题非常特别 他的主题叫 七个失眠的夜晚 好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他 自己对自己的简介 他是说你说喜欢音乐阅读跟旅行 吉拿棒明明就很好吃 好 这个都自我介绍都不列入评分 就是让大家更了解你一点 那为什么他想要去 这个设七个失眠的夜晚呢 因为他觉得阅读可以在不同的时刻 可是大家对他自己而言 他很就比较常在晚上阅读 所以他自己在这个书展里面 找到推荐了七本书 就是你觉得让人家感受到 你并不孤单的七本书 然后他最后就问说 夜蓝人静的此刻 你现在还行的吗 这是一个非常 有共鸣的一个反接语气 好 我们现在来看他选了什么书 第一本他选了一个后裔器柄 这个是那个Netflix 后来很有名的一个 这个影集 那他虽然是外国影集 可是他在写这本书 他介绍他或是他的心得的时候 他其实是从障碍里的角度去切入他 所以他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观点 跟他自己对这本书的解读 他不是在写书籍的介绍 他比较像在写他自己对这本书 或这个故事的解读 所以他这个的分析 或是这个展览介绍方式 就会让人家评审演进一样 就是一个很堵塞的观点 那同样他名言家具 跟眼神院族都有附上来 那他其实选的书 都没有特别的尖色 也没有特别的 冷门 但是他会从不同的观点 比如说他晚上读了这些书 然后对这个失眠的夜晚 这个观点去切入他这个书里面的这个故事 所以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写法 那这个是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 这个书展的介绍 那在三行书店的日子 这个是一个比较通俗的日本文学小说 那其实我觉得他的切入点也特别 就是跟你看完之后 其实你不知道这个 其实会跟在博客台上看到的那个书籍简介会不太一样 你可能看完之后不晓得这本书在说什么 可是你会觉得这本书好像很有趣 好 这个是大家可以再抽空去看一下这个书柜的结界 那我们再看一下我另外一个这个 国中主金奖的作品 那这位同学应该今年也升上高中了 这个作者叫做细灵人不一定能解铃 好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他个人的介绍 那其实他在测试这两书柜之后 他另外有寄一封这个word档给我们 那这个我们来看一下他的word档里面写了什么 好 这个是这个解铃不一定需要细灵人 他后来单独寄给我们的这些附件档案 那这个档案都会列入评分 然后他里面内容其实都有收入他的书柜里面 那为什么特别寄给我们呢 因为他觉得他的展览主题叫做一窥猫眼 所以他选的书都跟猫有关系 你可以在这个书名上或是书封设计上 或是这些简介上都可以看得出 这些选书都跟猫有关系 但是他后面用了一个很特别的视角去介绍他 比如说第一人称的猫 第三人称的猫或是一些旁观人主人的猫 他去用这些不同的视角去分析这些书的切入视角 这些是其他书柜里面比较没有的 那除了内容概述以外呢 他在书柜里面也写了他的自己的心得报告 那他选书的种类很多 除了有这些著名的文学就是夏目术史之外呢 有一些是清讲说比如说推特连载中 或是有一些改编成电影或是他有一些选了一些 一些BL的清小说的书 其实这些书我们都没有设限 就是只要内容没有不雅的话 我们都可以放在书柜里面推荐给其他的人 所以这个是国中组金奖的得主 他用非常特殊的这个视角 猫的视角去切入他的书柜里面 这是他得奖的原因 所以其实老师在指导这个同学们去做书展的时候 其实不一定只是单纯的写新的报告 其实这些书你要真的看进去 然后对自己有一些 对就是有自己的一些解读跟见解的话 你会得到更多的评分 以上介绍到这些 如果老师有什么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在线上留言 那接下来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再针对去年的一些成果 再跟各位老师做一个说明 那这是我们去年的一个比赛的主题 叫阅读百态 那大概去年增见的时间 也是差不多是11月的时间 那稍微去年的时间有比较短一点 大概三周 那甄选期间的话 我们总共大概有680组会员注册 那大概有200间的这个书展来做策展 那这边的话 当然因为包含一些未发布的展览 可能是这个策展期间 可能学生没有完成 最后就没有投稿参赛 那在竞赛最后的竞赛的话 国中组去年比较多 那目前的 去年是有总共49组参赛 那高中直组去年比较少 是14组来做参赛 那我们在整个展览 增见结束之后呢 我们有办一个非常正式的 一个也隆重的一个颁奖典礼 那也请到我们国度的馆长来做颁奖 然后去年的话是在这个 星期六的时间 也是在我们国家图书馆 这个多媒体创意的实验中心 那我们在这个颁奖典礼的时候呢 也会为每一个参赛得奖者 准备一张奖状 那这边的话都会是提供给获奖者 那当然这是去年的奖状 我们今年可能会再稍微修改一下 相关的一个设计 那回到我们今年的这个 竞赛活动的一个名称的话呢 我们今年是以这个 我推的书单作为主题 那它是借近我们最近非常 当红的一个动漫 我推的孩子的一个名称 那我们希望邀请国中及高中职的学生 透过他们非常具有创意巧思的一个线上书展的方式呢 来在我们的测展平台上提出一些不同的一个测展的一个内容 那最后的部分的话呢 我这边会在我们这边会在系部的这个说明所有的竞赛活动的一个办法 以及是相关的一个规定 那第一个是在参赛组别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分成国中跟高中职组两组 那国中组的话呢 就是会限定是使用小间的测展展间 那书籍的部分是限定是三到六件 那高中职组的部分的话呢 会使用限定是使用大展的一个展间来做测展 那书籍的话呢 会限定五到八件 那这个部分要特别说明一下 因为去年的确有一两个高中组的一个同学 他是使用小间的一个测展的展间来做测展来做投稿 所以因为就这样就会不符合我们这个竞赛的一个办法跟规定 所以这个部分要请各位老师再跟同学再特别提醒一下 然后第二点的部分是我们会以学籍来作为分组的依据 那所有参赛学生需要有学生的一个身份 那第三点的部分的话呢 是每人或者是每组团体的话呢 我们参赛的上限是以两件为做一个上限 那当然这个部分呢 其实老实说去年我们是没有限制的 不过去年就有同学非常的厉害 也非常的努力 就是投了三四件作品 那也有获得赢奖 加作 还有人际奖等等 所以囊获了蛮多的奖项 所以我们今年呢 特别加了一个限制是说 同一位学生 那不管是个人或者是团体 那上限就是以两件为上限 那每组团体的话呢 我们是以三人为上限 那第二个竞赛时程的部分的话 我们甄选是从10月6号就已经开始 那其实现在前台看大概有五个展建已经做完 那后端看的话 其实大概已经有二十几件的一个展建 已经都在策展跟编辑 那目前的话都是以高中子组比较多 那国中组还比较少 那我们一路是会到11月5号为止 那我们这边说明一下是11月5号 晚上12点后 我们11月6号开始 我们就会截止编辑的权限 那所以就是在这个展览征选期间呢 我们可以是一直去修改这个展览的内容的 可是等这个征集的时间截止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从这边系统去锁住这个编辑的权限 确保说我们所有参赛的这个内容 是没有在做任何的一个更动的 那可是我们人气票选的时间呢 是从10月6号开始 那会再比我们截止时间再多一点 这会到一路到11月的19号 那我们早刊登呢 就会开始直接就会累计这个浏览的点阅率 跟它的这个按赞数 那我们就是以后台的统计为主 那得奖名单的公布的话呢 会是在11月27号 那颁奖典礼的部分的话呢 我们目前暂定是12月9号 那这个部分是目前暂定的一个时程 好 再来是这个评选标准的部分的话 我们会请委请这个专业的顾问老师来担任评审 那我们会依照参赛的主别来进行评分 那会分成初审跟副审的两个阶段 那初审的话呢 会是以展览的名称跟展览的介绍为主要的这个评分项目 那我们会依照这两个项目来筛选50件的这个测展的一个内容 各筛选50件测展内容来进行复审 那复审的评分标准呢就比较细了 那各项的评分标准就是下面这个看到的这个评分标准所规范的 那展览的封面的设计呢 我们是占5% 那展览的名称及独特的一个创意性呢是占10 然后展览介绍的完整性以及这个文字语意通顺啊 扣合本次的竞赛主题等等那是占30% 那选书的一个丰富的观点独特 这个部分是最重要 还有初级推荐内容的完整啊 介绍文字的通顺等是占50% 那最后有两个加分的项目就是刚刚提到这个名言家具 跟这些延伸阅读的部分是占5% 那我们在国中组跟高中职组的这个副审作品中 会各选出一名优胜也就是金奖 那三名优选就是赢奖 还有16名的佳作 最后在这个人气奖的票选的部分呢 我们是由这个平台上的爱心 就是这个数来去做统计 那以竞赛期间为主 我们会以这个后台作为我们这个统计的一个 数据为作为统计的一个依据 就是说这个票投票的这个期间呢 要是在我们这个竞赛的 刚刚提到的10月6号到11月19号 这个期间投的票数呢 才会作为计算 那国中组跟高中组是分开来的 那票数最高的呢 就会颁与这个网路的这个人气票选奖 那最后在这个奖励办法的部分的话呢 国中组跟高中组都是一样的 我们金奖的部分呢 是会有8000元的这个商品礼券 领奖三名是3000元的这个商品礼券 那家座16名是1000块 那人气奖的部分是5000块 那如果颁奖得奖者没有办法自行出席 这个颁奖典礼的话呢 就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 那名单确定之后呢 我们会提供这个授权书 那在指定期间内回团 给我们的活动小组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以团体报名 比如说是三位同学一组的话呢 那奖金则是共享 比如说我们高中直组 假设是三人的团体得了赢奖的话 那就是是3000块 那就是评分各1000块 那不会变成是9000块 这边特别说明一下 然后奖状的话呢 可是奖状的话 我们会给每一位参赛的这个学生同学 是一张独立的一个奖状 这个就是在他的奖状上面 是会有他自己个人的一个人的名字 那如果参赛的作品 没有达到委员的认定标准的话呢 那我们也会有从缺 或者是不足额的一个情形 可能会发生 像去年 因为高中直组的筹件比较少一点 那去年在这个高中直组的家座的部分 就是有从缺的 那最后就是特别提醒 就是相关的这些策展的一个文字的一个内容 如果经过查证确认为抄袭的话 那我们会取消这个参赛或得奖的资格 并且追回这个奖金及奖项 好 那我们大概说明到这边 那如果有各位老师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留言区来提出问题 那我现在就是依序从前面这边 回答各位刚老师在这个留言区提出的一个问题 那如果老师刚刚是比较晚加入的话 我们在这个会议软体的右上角 有一个对话框的一个 icon的符号 那点下去之后呢 可以在上面做留言 那如果针对我们刚刚的这个说明的内容 有任何的疑问的话 就是请欢迎各位老师来帮我们做留言 我们这边会依序做回复 好 那我这边就做回复 第一个问题是早上学生上传的时候会遇到散退 还有无法带入ISBN 这边说明一下 因为我们早上的确遇到一些技术问题 那刚刚中午的时候已经解决掉了 那所以刚刚就是刚如同我们demo示范的 那目前ISBN带进去的话都可以正常使用 然后还有就是储存散退 应该其实它不是散退 它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让它下架 就是刚刚提到的 就是上传之后它要关闭 它等于要把这个作品给下架 它等于是外面看不到之后 它才会出现这个编辑的一个按钮 所以这边特别说明 很不好意思就是上午的确 我们在网站寄出信上出现了一些小问题 那我们已经在中午的时候解决了 所以目前的话应该都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书封的来源 多半建议是从哪边载用 那这边再说明一下 其实是刚刚提到的这个两个方式 就是一个我们就是透过这个上传 这个ISBN这样子的书籍的 ISBN的号码 那我们就可以透过三名书籍的借接 它就会直接把书封给串接进来 这个部分是最快的一个方式 那可是如果学生想要针对这样子的一个书封有特别的表现 比如说他想要把这个书封再做一些二创 或者是一些自己的一个变化的话也是非常欢迎 那他也可以从其他的线上书店的一些网站去做编辑 那比如说他可以去从伯克来载这样子的书封下来 然后再上传 那书封比较没有这个所谓的制裁权的一些疑虑跟问题 但是如果他下载的是其他的一些人家 比如说其他艺术家或者是创作的一些图像 那这个部分可能就要请学生同学特别注意 会不会有这些相关制裁权的一个问题 所以我们会建议还是会以书籍的封面 以及这个学生自己创作的这个图片 编辑的图片为主 好 那第二个问题是下架后重新上传的浏览 跟按赞数会归零吗 这个是不会的 就是如果你不是点删除 还是贝君想操作一下 我们切换到操作给各位老师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下架 其实是只是让前面的观众看不到这个展览 那所以如同现在看到的这个下架 它是不会影响你的按赞数跟浏览数的 它是不会归零的 那所以它任何的这些的数据 都是会持续的累积 不管你上架或下架 都是会持续的累积 好 然后可是如果 不好意思 如果按的是最右边的这一个删除的符号 那就是会归零了 因为它就是整个展间就是全部删掉了 那如果只是像刚刚讲的 我们今天把它从未发布变成是 已发布的状况的时候 那它这些按赞数再重新 开放这样的权限之后的话呢 它的浏览跟按赞数是不会有任何的影响的 那这边再做一次补充的一个说明 然后下一个问题是请问参展名称开始编辑后 还是能否继续修改 可以的 就是我们在 一个是如果你都编辑完了 那当然把它下架之后呢 按照右边的这个编辑的按钮 进来你可以再去重新按下一步 去编辑它的这个展览的名称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把这个名称改成是另外一个名称 那如果是你其他的这个展览的过程中 如果你要回到上一步也是可以的 就是我们这边的资料都会存在里面 所以比如说我先到后面再选择这个展间的时候 我回上一步 那再去改展展览的名称 也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要一路一直到最后一步呢 它才有这个储存的一个功能 好 那所以可以看到现在它的展览的名称 就会不一样了 那我们在这边再从前端去看的话 这里 好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它的名称已经变成是我们刚刚改的这个名称 那说图也会不一样 所以其实只要在这个上方 这个刚刚这编辑的部分 就像刚刚提到的 我们在增建的期间 11月5号前 那都可以随时再持续的做一些编修 好 那最后一个目前最后一个问题看到是请问团体组是用是学生 各自用各自的账号进入共编还是用某个代表的人的账号共编就可 那我们我们这边的之前的做法都会是用同一个账号去做上传的编辑 那只是说在策展人的这边 因为我们并没有设定限制 所以如果是三位学生的话 看他们是要写他们团体的名字 还是把三个人的名字都写进去 都是可以的 对 好 因为这个其实我们在 停选的时候的话 其实这个展览的名称其实跟展览人是不列入计分的 那我们是会等在这个确定得奖之后联络这个策展的这个注册的这个账号 留的资讯 他的手机跟email的时候呢 我们才会再一步的询问他 他是个人还是是团体 那如果是团体的话 我们会请他们给我们个别的这个团体成员的一个名字 这样我们作为奖状的制作使用 好 那不知道各位老师还有没有什么问题 那因为目前看到的相关的问题刚刚都已经大概说明跟回复 那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不清楚的地方 那我们这边可以再做一个补充的一个说明跟示范 好 那请问还有其他老师有有问题吗 那如果没有的话 那我们就非常谢谢今天老师各位老师的一个参与 那也希望各位老师能够多多帮我们推广 这样子的一个竞赛的活动 那能够让相关的一个学生都能够来参与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活动呢 就到这边先告一段段落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的话呢 我们这边的话 这边线上的网站上有一个email 那还有如果各位老师有要申请这个公务人员的这个研习时数的话呢 也请在会后呢 我们有寄这个相关的这个email给各位老师 那也可以回信或者是直接寄到同一个这边官网上流的这个联络信箱 那需要各位老师提供相关的一个个人资料 包含身份证字号 跟姓名 那我们这边会由国家图书馆这边做登记这个相关的公务人员的研习时数 好 那如果都没有问题的话 那我们今天的这个线上说明会就到这边结束 那谢谢各位老师的参与 谢谢 谢谢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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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